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在大公司映影下 艰难生存的馆长 最近有一篇刷宝朋友圈的文章 互联网巨头正在夺走卖菜商贩的深井 它的核心论点是 互联网平台不讲武德 以巨额补贴的姿态进入社区团购 生鲜卖菜行业 挤压了中小商家的生存空间 尤其是菜场菜饭 令人难过 就像工业革命里的纺织厂 夺走了无数中小作坊的生意 电话夺走了电报的生意 手机抢走了电话的生意 汽车巨头淘汰了马车行业 数码相机淘汰了胶片工人 大型商场超市 夺走了小卖部的生存空间 等等等等 一旦企业做大 就有了中小商家不具有的优势 长期以往会形成垄断 如今的某些互联网平台也是一样 从点外卖到打车 看电影 旅游 甚至买车买房 科技公司触角 已经一点点伸进了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他们距离垄断只有一步之遥了 有同感的同学可以在赞幕打个1 我们今天通过美国历史上的 三个企业故事 好好聊一聊 垄断到底是什么 大企业到底是提高了经济效率 还是损害了大众福利 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 反托拉斯法 诞生于1890年 是一部非常简陋的法案 因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 都还没有做好准备 就直接起草和推出了法案 最后还是得在法庭上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当时美国学术界和政府 对于垄断的认识都不深 哈佛大学的爱德华 黑斯廷斯 张伯伦 花了6年多的时间 思考垄断和竞争 事先发现 由于每个企业都是独特的 因此他们都有一定的垄断性 有一定的控制价格能力 同时他们又是彼此竞争的 这种竞争 不会像经济学的完全竞争那样 有无数个参与者 所以也不会把价格压缩到 只能收回成本那么低 张伯伦的理论 融合了竞争和垄断 被称为垄断竞争理论 他把大众的认知 从完全垄断 完全竞争的二元论 推动到了垄断和竞争程度的讨论 哈佛大学的一批经济学家 加入其中深入研究 实称哈佛学派 SCP模型的主导者乔·贝恩 完全继承了张伯伦的理论 强调不同企业的规模差异 是垄断的源头 市场竞争和规模的关系 决定了产业集中度 一旦企业在规模巨大的基础上 形成垄断 却会充分利用垄断地位 和其他人一起限制产出 提高价格 获得超额利润 最后通过建造行业壁垒 是超额利润长期化 从1950年代开始 美国政府全盘接受了 哈佛学派的观点 规模大就是企业的原罪 凡是大企业都会形成垄断 直到芝加哥学派的出现 正面挑战了SCP模型 芝加哥学派大胆提出 SCP模型错误地把相关性 当作因果性 芝加哥学派十分反感 哈佛用SCP模型 来引导反垄断实践 干预市场运行 在他们看来 只要一个行业 没有人为进入壁垒 那么企业长久 获得高份额的理由 只有一个 那就是产品或者服务 比对手更优秀 如果按照SCP模型 来反垄断 那就是惩罚一个优秀企业 这是在破坏正常竞争 当时发生的两起反垄断案件 涉及的AT&T和IBM 就是两大学派之间的交锋 既然哈佛大学认为 规模大就是垄断 司法部立刻想到了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1974年 联邦政府正式起诉AT&T 理由是 利用从电子设备获得的利润 补贴电话网络 阻止其他运营商 链接到本地制造商 通过拒绝购买 非贝尔供应商的设备 垄断了电信设备市场 这个官司一打就是近十年 AT&T在1982年 同意接受司法部裁决方案 1984年 这家全美最大的通行公司 被拆分成7个大型区域型 电话控股公司 只保留了长途电话业务 和贝尔实验室西电公司 规模和销售额 都被削减了80%以上 大众和政府普遍认为 AT&T的拆分 推动了通讯领域的竞争和创新 过了几年后才反映过来 打败垄断的并不是拆分 或者反垄断法案本身 而是涌现出的技术创新 在这之前 AT&T之所以能发展壮大 都是依赖于 贝尔实验室的各种专利商业化 政府反垄断的第一个杀手锏 就是强迫贝尔实验室 和AT&T开放晶体管专利 让美国公司免费获得 专利授权开放后 AT&T还承诺不制造晶体管 于是一大批后继者 纷纷杀入市场 IBM 德州仪器 飞哥 都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 正式开启了半导体时代 为之后的个人计算机 奠定了技术基础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义》书中说到 贝尔体系的解体 向人们清楚地揭示了这样一个整理 迅猛发展的技术革新 并不需要依赖于垄断的力量 如果说贝尔实验室 抱着晶体管专利不放手 信息时代和个人电脑的普及 可能要晚来十几年 在公司被拆分之后 曾经不可一世的AT&T 获得了一个滑稽的外号 叫孤儿寡母公司 它的意思是 任何美国单亲家庭 都可以买入这家公司的股票 它不但业绩稳定长年上涨 每个季度还有稳定的分红 让没有收入的人 都能获得稳定的生活 单看AT&T本身 它并没有因为反垄断而衰落 虽然丢了国内电话业务 却依旧是通信设备唯一供应商 在海外市场也是行业龙头 一直到1995年 AT&T开始自己折腾自己 管理层的短视 叠加互联网泡沫 才让AT&T迅速走下神坛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 咋了挖一个坑 本期视频点赞超过2万 有空我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故事 IBM就比AT&T幸运很多 没有遭到强制拆分 1970年代 IBM公司是大型电脑主机市场 毫无疑问的王者 旗下产品S360 S370型电脑 盆扫整个市场 体量太大就容易成为当局的目标 早在1967年 IBM就接到过反垄断调查通知 这场诉讼从各种意义上 都非常重磅 光是控制数据这一项诉讼 资料就多达1亿2千万页 精选出的文件重达87吨 IBM为了应对 调集超过1000名法律专家 光是证人就超过400人 出人意料的是 IBM自知理亏率先认怂 在被司法部起诉5个月后 IBM宣布一项重大举措 把向用户捆绑式销售软件 和服务的模式 改为分别计价销售 也就是所谓的价格分离 相当于承认了当局的指控 随着诉讼的推进 IBM又改变了过去 软硬件生态闭环的做法 由于S360 S370等大型电脑主机产品 是公司的利润支柱 IBM决令开放公司政治斗争的产物 IBM PC 从英特尔采购CPU 让微软编写操作系统 同时开放软硬件技术标准 允许中小企业制造 IBM PC兼容机 于是商业历史上 最戏剧的一幕发生了 1981年8月12日 IBM发布个人电脑 IBM PC 两个月之后 所有技术标准和细节 完全公开 个人电脑PC 在市场上大获成功 接下来市场上崛起的新公司 大家就都很熟悉了 微软和英特尔 就是诞生在这个时期 顺带着把惠普 戴尔 联想等制造厂商 捧上神坛 他们从中小企业 成长为各自行业的龙头老大 一个全新的桌面互联网年代来临 硅谷也进入了新时期 IBM选择以开放的姿态 和各路厂家合作 并不是在大发善心 而是迫不得已 必须这么做 这是一场诸神的黄昏 一场权力的转移和交接 中小公司终于能在 大公司的阴影下 慢慢成长起来 也正是在1990年代初期 美国司法和贸易委员会 基本放弃哈佛的SCP模型 把合并前后的经济效率 作为判断垄断的标准 没有真正永恒的垄断 只有不断前进的技术浪潮 推升着新的企业出现 突破原有的效率预知 对于巨头来说 他们并不是不能创新 而是不敢创新 IBM前董事长 CEO路易斯·郭舍纳 在90年代加入公司后 惊讶地发现 关系数据库 网络硬件 网络软件 UNIX处理器 以及其他更多的成果 都是在IBM的试验室中 研制出来的 但就是进不了市场 后来他才明白 一旦这些技术里的 任何一个商业化了 自家的产品 S型大主机 就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因此IBM宁愿雪藏新技术 也不愿意将它们推向市场 不仅如此 新一代互联网巨头 会直接从根源上扼杀创新 凡是用过Windows的人 都知道IE浏览器 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 它并不是微软自己研发的 而是直接收购了一家小公司 然后进行的改造 最早的浏览器公司是王景 它的故事和微软完全不同 它的成长速度惊人 从成立到上市 它只花了16个月 而微软花了11年 华尔街日报的说法是 通用汽车公司 花了43年的时间 才成为一家市值27美元的公司 而王景只花了大约一分钟 王景上市的时候还没有盈利 成立以来 累计亏损1278万美元 按照以往的成功经验 一家新科技公司 最好在至少连续四个季度盈利后 再考虑IPO 但王景的成功颠覆了华尔街的想象 第一页 1995年8月9日 王景在纳斯达克IPO 当天股价从28美元 涨到了58.25美元 公司市值达到了21亿美元 王景创始人吉姆·克拉克的股份 在IPO当天价值6.63亿美元 另一位创始人马克·安德森 身价也达到了5800万美元 后知后觉的微软终于反应过来 直接从一家小公司 Spyglass手里购买了授权 推出了自己的IE浏览器 采用捆绑操作系统的模式 安装到用户的电脑里去 微软内部邮件说 切断王景的氧气供给 后来的故事 大家都看到了 在Windows巨大的市场占有率面前 王景不堪一击 另一方面 微软得到了市场和利润 失去了口碑 并且从1998年到2001年 微软和美国司法部 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解 当时小布什政府 决定不再试图拆分微软公司 而是禁止微软的搭售行为 同时要求微软确保Windows软件 和非Windows软件的兼容性 三个反垄断案例 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 反垄断的核心关注点 正在回归于非法竞争 经济学家和法学家 越来越偏向于限制大企业 然后把垄断交给新公司 和技术创新去解决 谷歌 Facebook和Amazon 这样的第三代互联网巨头 就是在反垄断的保护下 超越了老前辈微软 如果大家看过电影社交网络 就知道当年马克·扎克伯格 创办Facebook的时候 有一位合伙人叫克里斯·修斯 他已经离职多年 却在2020年5月发布了一篇长文 标题是 It's time to break up Facebook 克里斯认为 Facebook的垄断体现在三个方面 1.大约70%的美国成年人 使用社交媒体 其中绝大多数会使用Facebook的产品 2.Facebook估值是5万亿美元 占据了全球社交网络收入的80%以上 3.复制对手的商业模式 用技术与庞大用户体量打压对手 在自身平台屏蔽竞争对手产品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也早就开启了 对科技公司的反垄断调查 10月份发布了一份449页的报告 认为Facebook 苹果 亚马逊 谷歌等公司 都有利用致命收购打压对手 收取超高服务费 或使小企业签订合约的垄断行为 这份报告显示 谷歌在搜索结果中 优先展示自己的产品 来打击竞争对手 亚马逊利用其作为最大 在线零售商的优势 阻碍潜赞竞争对手 苹果垄断了iPhone和iPad应用市场 从应用开发者的销售中 抽取过多的佣金 Facebook为了维持和扩大垄断地位 时常采取收购竞争对手 甚至通过复制竞争对手服务 达到目的 可以说对互联网巨头的调查 正式反映出当下这个时代 垄断与反垄断之间的战争 又进入了新的位面 当大公司成为赛博时代的基础设施 如何防止他们滥用数据 操控市场和用户 成为了全新的主题 总结一下 反垄断诞生的100多年来 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反对的是 大型企业托拉斯的联合形态 第二阶段是 反对巨头的技术独裁与压制 第三阶段是反对 无处不在的大数据和算法操控 美国的反垄断核心 已经不再只盯着市场份额垄断 规模大不一定意味着被罚款和限制 它更多的是希望 摁住巨头们骚动的手 和跃跃欲试的心 防止他们利用自身在某一领域的 垄断地位 实施在另一领域的垄断 而在大洋彼岸的欧盟 和美国的反垄断逻辑 就有着巨大差别 欧盟很喜欢直接进行 真金白印的罚款 它对微软开出16.8亿欧元的罚单 英特尔的则是10.6亿欧元 谷歌的罚单更是高达82.3亿欧元 但罚款只是让巨头割肉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如何给正在创新中的小企业 更多生存空间 催生新一波技术革命浪潮 才是正确的方向 当互联网企业都朝着 巨型综合平台发展的时候 就必须要思考 会对行业产生什么影响 对每个行业里的人 带来怎样的影响 尊重每个行业的历史 不是利用廉价资本 侵入一个行业在摧毁它 在翻阅IBM资料 看到它主动开放 PC软硬件标准 联合各路厂商 开启下一个桌面 个人电脑新时代的时候 我不禁想到了 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腾讯QQ和骑虎360 在此之前 腾讯的目标 是成为互联网的水和电 却被外界牺牲为 走所有的路 让其他公司无路可走 360的出现 让腾讯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 对标360安全卫视 腾讯推出了自家的 QQ医生和电脑管家 360选择正面反击 推出抠抠保镖 屏蔽QQ广告弹窗 这也迫使战争全面升级 腾讯最后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让用户二选一 要么卸载360 要么卸载QQ 最后工信部出面 从中协调 2010年11月20日 责令两家公司道歉 妥善处理软件兼容问题 从结果来看 这场战争没有失败者 360一战成名 完成上市 腾讯组织多次反思会 愿景变为用户为本 科技向善 十年过去了 当我们再次审视巨头的时候 他们变得善良了吗 风口变化太快 经常能看到有猪飞上天 从千团大战到共享大车 从五颜六色的自行车 到琳琅满目的无人货架 从P2P爆雷到比特币暴涨 从O2O到生鲜买菜 表面上打得不亦乐乎 仔细一看 背后全都是各种派系的互联网巨头 他们改变了策略 不血雨 也不敢再亲自下场斩杀小玩家 但变得越来越聪明 不是选择合作连横尽早结束战争 就是隐居幕后做操盘手 等时机成熟再来收割 监管的铁锤可能会迟到 但绝对不会缺席 12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要求强化反垄断 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这让我想到 《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里面唱到 如此生活30年 直到大厦喷塌 消费 商业 洞见 尽在IC实验室 感谢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馆长 我们下期再见